中國大陸的風控影響 是重傷了全球的供應鏈 所以台北股市近期 其實很難免受到拖累 因為昨天不是才剛剛狂拉300多點 翻紅嗎 大家原本就很期待今天的行情 結果您看今天的走勢 竟然又陷入了16000保衛戰 最終還是下跌55點 而且三大法人竟然還在砍殺 外資甚至是賣超超過150億 今天盤面上這量比較多的 這個資金的族群是半導體 大概有三成 還有航運類股 可是其實最近這個台股的波動 對於不管是純股族 或是比較短線的這些投資人來說 真的覺得錢滿難賺的 到底這個現在市場怎麼看呢 投信投顧工會理事長張錫悠 他其實一直都是 永遠的多軍指揮 他就說其實台股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去了 現在是在量縮打底之後 就有機會可以逐步的回升 可是第一金頭顧是這樣看 他覺得還在走空 現在有兩大因素 一個就是中國的封城 第二個就是俄屋戰爭 這兩項其中一項沒有結果的話 台股恐怕很難上漲 而且我們還得看 護國神山台積電 台積電公布了第一季的際配息 竟然又是2.75元 所以股民有點失望 真好羨慕護國神山台積電 從員工再出招 買自家股票竟然還有補貼 像是台灣員工 每月可以提撥15%的月薪 拿去買自家股票 公司會補助15% 換言之就是自動打85折 不只10月正式上路 持股還能自由處分 不過回過頭來看看小股民 恐怕荷包都還在哭泣 台積電股價古底難翻身 11號雖然佔別頹勢 收盤漲3元收在521元 不過自年初以來 已經下跌百元 公布配息同樣讓股民大失所望 第一季EPS 7.82元 創下單季新高 不過配發現金股力只有2.75元 雖然跟去年持平 不過仔細悄悄有貓膩 配息率竟然從51% 滑到35%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由去年的300億 然後變到了今年的400到440億 台積電的一個財務運作狀況來講 安全第一其實是最重要的一個狀況 所以要維持足夠的現金 這是台積電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考量 不過眼下台積電股價疲弱 又傳出明年1月起 全面調漲晶圓代工價格 漲幅還高達6% 市場疑惑是否有益救股價 我們認為台積電調漲價格的這個部分 純粹是一個子虛烏有 去年整體的台積電 在12吋晶圓的部分 其實幾乎都沒有什麼調漲價格的動作 而在8吋晶圓的話 其實每一季所調漲的幅度 也都是大概在3個百分點到5個百分點之間 而根本沒有看過超過5個百分點的漲幅 況且台積電手中客戶可都是蘋果 超微揮達這些大咖 代工價格恐難說漲就漲 專家認為不排除可能是IC設計業者 想搶先一步阻止漲價發生 先放話讓客戶主動關切 不過無論代工價格 寒張有也沒有 股價都弱弱的 恐怕還得配息改發整數股東比較買單 如果您最近有看房 其實會感受到房市似乎風向變了嗎 因為全台六都四月的交易量月減是超過一成 房仲業者今天就認為說有兩大因素 第一個是因為現在已經進入了升息的循環 加上說疫情的升溫這股市很震盪 所以購物的信息還有負擔能力 都受到影響了 可是其實對於這些租屋族來說 他們覺得找房子真的很難 常常要採雷 因為有一間板橋四房的公寓 您看一下 這主打叫做溫馨風格 可是網友一看說 這應該叫做莊嚴感 方正寬敞的格局 搭配純白配色的天花板 圓貢門和淡染色地磚 這是板橋一間主打溫馨四房的公寓物件 出價三萬五要招租 不過左看看右看看 怎麼感覺不只四房 這樣還是會毛毛的吧 對 就是不太敢做 而且它滿空的感覺 比較像那個就是記住的 可能電視沙發之類的吧 就是看起來像個家這樣 越看越覺得背脊發涼 網友開玩笑說這不叫溫馨是莊嚴 博扁出裝潢不看 地段確實北敗 臨近江子翠綻生活機能家 附近便利商店 傳統市場 學校 百貨 公園 一應俱全 專家也說若不是裝潢 讓民眾淨尾三分 價格算是便宜 格局有四房 租金竟然不到四萬塊 其實是算是合理區間偏低 還算滿便宜的 那研判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它是空空如也 家居家電都沒有付的一個情況 再來可能是因為屋齡比較老舊 裝潢如果不OK的話 房客就不敢去動 那就比較不好租 可以用貼壁紙 或者是用油漆的方式 不過還有一間租物物件 同樣讓人看了毛骨悚然 一走進房間 就是大大的五芒心迎接你 地板痕跡看上去 就像進行過某種神聖儀式 看起來不乾淨 可能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不過從事室內設計的民眾 倒是覺得眼不見為盡 遮掉就沒事 因為它沒有漏水的情況之下 只有表面刮傷的情況之下 不會造成你住的影響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影響 你鋪個地板上去也可以 那你要一勞永逸有錢的話 當然是把它換掉最好 租足找房不容易 但若想住的安心 除了價格恐怕裝潢 還是得考量進去 東森財經新聞 黃富翔彭東玉賴眼睫 台北報導 最近逛一圈菜市場 就發現東西都變很貴 以前一趟三千元油絞 現在竟然是不夠用 像是雞肉 海鮮這些漲幅都有三成 雖然很多公司今年是有幫員工加薪 可是都被這些通膨給吃光了 實質性的經常金資竟然是衰退的 而且是六年首見負成長 蛋液在煎台上凝結成形 在快手包入豬肉餡 一個個漂亮好吃的蛋餃 香氣四溢 讓人忍不住想要大吃一頓 不過通膨怪獸同時也在吃掉 荷包裡的錢 今年第一季的經常性薪資 其實是正成長了 不過扣掉物價這些因素的話 實質經常性薪資是衰退的狀況 是六年來首見負成長 原來荷包裡的錢 喬喬被通膨給吃掉了 雖然今年以來有不少公司加薪 也讓經常性薪資平均年增 百分之二點七一 來到四萬四千兩百一十六元 創二十一年以來最大增幅 但同時物價上漲百分之二點八一 實質薪水跟著倒退 如年減百分之零點一 變成四萬一千六百七十元 一次出來大概三千到四千塊左右 回來回去會 那現在你自己預付會不會有餐 應該差不多 就蠻緊繃的 光一圈菜市場真的會發現 荷包大失血 像是豬肉價格 今年以來漲三次 每次漲三到五元不等 一公斤價格也飆破九十元 另外像是雞肉海鮮價格 漲幅也超過三成 以目前來說 蔬菜水果的價格還算是平穩 但沒雨季到來 攤商也怕 價格未來也會走洋 幾乎是吧 我覺得沒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越來越便宜的嗎 我看我覺得好像蛋啊 跟 蛋跟肉這些東西都貴 水果應該也貴了 譬如說粽子 它就比原來多漲了多少五塊 食材價格像是雲霄飛車一樣 不斷往上衝 這一波漲勢沒有盡頭 更慘的是 好不容易進來的薪資 就這樣巧巧消失在 我們的錢包 東四台新聞 陳耀宏林浩宇 台北報導 今天的本土確診又飆新高 澎湖也受到了些許影響 團客很多都取消了 但是大多數自由行的旅客 還是如期去旅行 而且他們是說比較私人空間的 秘境行程嗎 佩宇 各位朋友晚上好 晚餐時間 今天佩宇在澎湖吃的這一餐 非常特別 因為你看到我們竟然是在 海中央吃飯 如果你已經覺得這很浮誇了 但是要告訴你更浮誇的在後頭 有看到我手上這一整盤 滿滿的烤牡蠣嗎 這通通都是吃好吃滿 可以給你無限吃到飽 如果想換換其他口味 其實他們有海鮮粥 可以來做選擇 同樣是直接吃到飽 但是不只吃美食之外 剛剛周宇哥還跟我說 我們竟然還能夠自己釣魚 是嗎 這邊的話我們有養我們的海鯉魚 我們的龍膽石斑 還有花枝的部分 都在我們的養殖箱裡面 養殖箱網的部分 我們其實像花枝它是屬於趨光性的 晚上的時候我們燈打下來的時候 它會自己浮上來 也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場景 也是另外不一樣好看的一個地方 了解 謝謝哥 其實人家說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再來是澎湖最近這幾年就很流行 像是這樣子的海上牧場 目前已經大概有十幾座左右了 像是這樣海上牧場 就把遊客從陸地上接到 海平面中央來 不只可以看海景享受美食 甚至還能夠釣魚來玩樂 待會我們下一個行程 要準備出發去夜釣小館 趕快把時間還給主播 現在一般汽機車的後照鏡 都只是一面鏡子 目的是要讓你的視野比較清晰 可是現在真的陸續都有黑科技了 甚至現在說這後照鏡 裝上去機車之後 可以幫你找車 甚至還可以兼導航 發動引擎 後照鏡就會眨眨眼睛 七彩燈光自由設定 不只是面鏡子而已 竟然還是行車助理 現在已經設定好我們的App 跟我們的後照鏡聯動了 待會我們騎車的過程當中 只要是前面有車速照相 它就會去亮 結合雲端應用 當前方有側速照相 提早三到五百公尺 就會閃燈提醒你 來自MIT的科技實力 打造的智慧後照鏡 還能記錄你的騎乘大數據 跟平均時速 連熄火後都有貼心服務 茫茫茫機車海裡 最怕忘記愛車停在哪裡 幸好後視鏡有連通GPS功能 所以打開App就能幫你智慧尋車 只要有訊號的地點 App就會自動記錄你的最後停車位置 這款後照鏡是不分油電 不分油電的車子 就是任何一款車子 基本上只要是正規上路的 合法的機車 都是可以去做到 我們後照鏡的安裝 機車界首創智慧後照鏡 但汽車界早有這樣的設備 台北火車站 往南然後向右轉 聲控導航後照鏡 就能身兼谷歌小姐 外加行車記錄器 安全第一連側面也有顧到 汽車的後視鏡也有黑科技 有沒有注意到 我的後視鏡旁邊有個小三角形 也就是當它感應到附近 有人車經過就會亮起 針對女性的車主的話 安裝的次數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可以增加我們的安全性 看來後照鏡不斷進化 要更平安也更輕鬆回家 東森財經新聞 柯黃銘流之在台北採訪報導 小股民如果看到這個消息 心情會不會好一點點呢 因為這竟然是最大型的韭菜 有一些公司 他們竟然貼出了公告說 他們殺了600張的台積電 而且一看 產配了將近9000萬元 其實台積電 這個年初的高點是在688元 但是這一次的波段踢點是505元 這是出現在昨天 可是這家上市公司 越城他公告了說 他們賣出台積電 結果大家一看才發現說 他的交易價格竟然是506元 那你豈不是賣在將近最低點了嗎 所以他處分了600張台積電 就損失了大約8900萬元 可是台積電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就大家在講市場傳 說晶圓代工的價格 明年要一起調漲6% 但是到底為什麼要寒漲呢 明年1月還會生效 台積電不動的話 台股能動嗎 台股今天下跌了55點 台股軟腳跑不動嗎 11號家群指數震盪收黑 險手萬六關卡 台股收盤跌55點 收在1606點 創下一年新低 不只外資連四天提款 三大法人更是聯手賣超 將近157億元 不過有多頭總司令支撐的 投信投股工會理事長張錫 給出好消息 底部已經到了 萬六差不多就是底部 因為萬六就是這麼多利空 淬煉出來 但事實上反映台灣的基本面 事實上都是非常好 這個這邊也是風低進場的好買點 確實這兩天 電子族群也重回大盤主流 IC設計疊聲反彈 不只市新KY 聯發科表現亮眼 台股在線8000斤 AESKY飆上漲停板 1010元上漲90元 股王也換人當 系列KY噴漲4.76% 股價推上2530元 風光奪回王座 接下來等同膨得到控制 台股有望一同搭上 旋風車 不過台股想反彈 朝年縣靠攏 除了量得先出來 接下來這些族群 有望成為先鋒部隊 公布財報之後 強茂 台辦 或者蓬城 這種汽車電子二集體方面的 相對的也慢慢的脫穎而出 若想布局疊聲電子股 專家也看好 具長線優勢的半導體 和網通族群 小股民只要不躁進 搶反彈 不用怕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看滿盤都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